12月5日,北京宣布,自今日起,公交地铁不得拒绝无核酸证明的乘客乘车。 与此同时,上海也宣布,12月5日零时起,乘坐地铁公交轮渡不再查验核酸证明, 7天内无核酸检测记录的不再赴黄码。 自此,北上广深四大一线,全部官宣公共交通及公共场所不再查验核酸。 几乎同时跟进的还有郑州和武汉。 这两个地方都非常具有符号性,一个是负面新闻的常客,一个是伤痛最深的城市。 还有整个山东,更是出现了180度的大转弯。 之前因为济南公测验马,危海冒雪做核酸,而引发争议的山东, 卖的步子居然是最大的。 不仅所有公共场所公共交通不需要核酸, 甚至还取消了交通场站、港口码头、高速卡口等场所核酸强制落地检要求。 也就是说,外省人员进入山东,已经没有了限制。 倘若相关举措,被严格执行的话, 那将意味着,山东很可能成为首个健康码退出的省份。 此举意义重大,可以看到, 虽然各地都在比着废除各种过渡防疫措施, 但有个大问题,需要破局。 那就是,各省市人员货物的自由流动。 很多省市,其实是存在产业链关系的。 一辆车的零部件,来自于多个城市, 然后在一个城市组装,这很常见。 如果只是城市内部, 拆除过渡防疫的番离, 显然远远不够。 最多也就利好一些, 服务于本地的行业企业。 对于旅游、酒店、餐饮, 以及诸多需要城市之间配合的行业来说, 他们迫切需要, 更进一步的政策。 让人流物流, 在各城市各省份之间, 来去自由。 这是中国过去40多年来, 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一。 而在目前, 防疫新形势下, 健康码逐步退出历史舞台, 已经是无可阻挡的趋势。 受这些消息的刺激影响, 整个资本市场也开始躁动。 今天A股和港股市场出现大涨。 上证指数突破3200点大关, 创11月以来的新高。 北上资金近买入58.93亿元。 两市成交额突破万亿, 较上个交易日增长1905亿元, 增幅达到两成以上。 港股更是放量大涨, 恒生指数涨幅超4.5%, 恒生科技大涨超9%。 要知道, 恒生指数, 自10月底下探至14600点之后。 到今天, 逼近2万点大关, 累计升幅接近40%, 这中间, 只花了一个月的时间。 港股一向被调侃为小三市场。 因其两头在外的特殊属性, 基本面要看中国经济的脸色, 流动性又要看美国的脸色。 因此, 如果不幸碰上两个因素同时向下的年份, 跌幅就很难看了。 3月份开始, 港股基本是坠落式的下行, 一轮高过一轮的经济压力, 一轮高过一轮的加息压力, 让本已脆弱的港股根本杀不住车。 到10月份, 是港股年内最为至暗的时刻。 那段时间, 港股上空阴云密布。 不少人的看法极其悲观, 认为港股已经全面变质, 逃离是唯一选项。 但短短一个多月, 港股上空的阴云突然烟消云散。 很多人可能都没反应过来, 行情就已经涨上去了。 更重要的是, 即便反弹了这么多, 港股看上去依然便宜, 机会并不会少。 那么A股呢? 大摩发布报告称, 由于中国政府不断调整优化, 应对新冠的政策, 并且多方面出现积极进展, 使得中国股票评级获得提升。 招商证券分析称, 当前经济面临新的下行压力,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即将召开。 稳健货币政策开始更有力度, 稳增长政策加码概率进一步加大。 疫情防控的政策变化, 使得市场对于未来疫情改善的预期提升。 同时, 外部流动性改善, 人民币对美元稳步升值。 进入2022年12月, A股有望延续此前的上行趋势。 当然, 作为投资者, 也不能太过乐观。 虽然防疫政策出现转向, 但也必须清楚, 防疫政策的调整并非零风险零代价。 随着疫情防控政策的放开, 感染人数必然上升。 阳性数量的增加, 导致居家隔离将可能成为常态。 除非能带阳工作, 否则必然会对复工复产带来影响。 而且, 从世界各国的情况来看, 放开后必然会出现一定比例的脆弱人群死亡。 甚至是健康人群, 也会出现一些罕见的重症和死亡情况, 虽然风险非常低。 但只要概率不是零, 就一定会发生。 而且, 随着绝对感染人数大幅增加。 不幸病适的脆弱人群, 甚至是不幸病适的健康人群, 绝对数量, 也都会增加。 而即将到来的春运人口大迁徙, 必然会给第一波冲击推波助澜。 这个冲击到底有多大, 现在暂时还是未知数。 目前也只能是保持谨慎乐观的态度。 另一边, 与市场热火朝天相比, 新冠检测概念股却集体崩了。 这几年, 各行各业都活得很艰难。 太多不堪重负的企业, 走上了破产倒闭的不归路。 查询疫情至今, 企业破产案件的数量高达26万。 对比三年前的三万件, 相差八倍有余。 而现实情况, 显然要比这个数据, 有过之无不及。 东边日出西边雨, 也就在这时, 新冠防控产业链, 趁势逆风起飞。 毫不夸张地说, 这个行业, 成就了许多人, 一夜暴富的梦想。 据统计数据显示, 截至2022年11月底, A股新冠检测板块, 目前共有109家上市公司, 总营收超3638亿, 净利润854亿。 如此暴利, 难怪谁都想挤进去分一杯羹。 但是, 新冠疫情属于突发事件, 核酸检测不可能成为长期需求。 而且这几年, 核酸企业, 一边赚得盆满钵满, 一边又是层出不穷的造假事件。 11月23日, 一份不算起演的裁定书, 在网络上公开。 仲裁双方市, 高谋于北京普什医学实验室, 所设金额6万余元。 5月份, 北京疫情较为艰难的时候, 这个普什医学, 承担了防山区大量的核酸检测工作。 但是监管机构抽查发现, 普什医学的原始检测数据, 明显少于样本检测数量。 也就是说, 为了压缩成本, 他们存在不做检测, 就直接出结果的现象。 于是, 北京市防山区检察院, 以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, 对公司实控人周某某, 法定代表人吴某某6人, 做出批准逮捕决定。 今年6月, 北京普什医学, 被吊销医疗机构职业许可证。 再回到前面的劳动仲裁, 高某得到的回复是, 北京普什医学, 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, 采取限制高消费措施。 什么意思呢? 北京普什已经资不抵债, 没有财产可被强制执行了。 一个核酸检测机构, 连6万元也拿不出来, 只能破产倒闭。 这些年, 破产的公司数不胜数, 但核酸公司的破产, 它可能是疫情史上第一家。 不仅如此, 11月18日, 北京市防山区, 发布两条通报, 均与普什医学造假案有关。 通报中, 共计10人被公诉, 包括三名公职人员。 其中, 两位是以玩忽职守罪, 被提起公诉的。 另外一位, 除了玩忽职守之外, 还有一个罪名, 那就是受贿。 他之前的职位, 是医政科科长。 可能有很多人不知道, 医政科的权力其实很大。 基本上医疗机构的注册准入监管, 都是医政负责。 而且大型医用设备的, 采购管理和医药的采购, 也都归他们管。 当然, 朴实医学只不过是个小角色。 据说, 这家公司的参保人数, 也才几十人。 还有很多犯同样错误的大鱼, 依然安然无恙地在金海养有俯冲, 各种惬意。 官方公开的报道, 三年来, 新成立的核酸检验公司, 高达一万两千多家。 仅今年, 有十一家核酸检测公司涉嫌造假。 比如最近很火的何子华锡, 即便之前出现多次违规, 还能继续在全国各地, 飞速扩张。 2022年, 就新注册了二十几家核酸检测公司。 10月份, 更是一口气开了八家。 注册地分别位于, 全国各个主要城市。 最终, 因为兰州核酸异常事件, 才让这家公司被暴露在阳光之下。 目前, 各地开始对核酸机构进行排查, 至少有250家, 第三方检测机构, 被责令整改。 其中不乏上市公司, 或拟上市公司的子公司。 而在最近曝光的这几桩案件中, 也能发现一个进步。 被查获逮捕的是法定代表人, 而非简单的, 单个涉事员工。 随着越来越多的城市, 不再查验核酸, 核酸检测坐着抽钱的好日子, 将彻底过去。 相信不久的将来, 核酸检测, 会随着疫情防控的羡慕, 走进历史。 而这些核酸检测企业, 恐怕也在考虑, 该如何才能全身而退。